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一个案例 首先还是老规矩 从这个手型来看 掌面宽阔厚重 手指见缝隙 是这个木土结合的掌型 有土人文重传统 也有木人的多丝善谋 同时也见这个筋骨质的棱角 那么筋骨质我们都知道 做事坚韧犹豫里 实验心非常强 而且做事执行效率比较高 从这个伸长的视线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左右手都有很长的视线 视线心是比较强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来看 手指的形态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见缝隙 是典型的木人 木人分强弱 金星秋见凹印 那么左右手金星秋都不强 并且伴有青筋 是属于典型的若木人 若木人 这个处事有一些犹豫不决 容易错失一些机会 偏保守谨慎 加上本身这个虎口火星秋 不够饱满的人 一般面对一些困难和机会的时候 选择谨慎处理 偏保守 那么除此之外 手指见缝隙 特别是食指缝隙 比较明显 食指见缝隙 是代表早不于前 财运来的不会太早 而且通常早年 钱财方面的消耗还是比较大 这是一个 接下来我们看掌丘和纹路 掌丘来讲 刚才提到了 金星秋有一些凹印 并且带一些青筋 多注意肠胃的保养 体质一般 并且我们说生命线 偏直 没有弧度的人 一般做事 有一些比较计较细节 大局观稍弱一些 比较计较 或者是眼前的得势 少了一些远见和谋略 这是金星秋 那么小指水星秋 还是饱满开阔 特别是左手 那么说明 沟通能力强 口才还是不错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钱财数文在上面 代表偏财运不错 时常会有一些偏财入掌 比如说排桌上手机不错 或者是买彩票 但是偏财不长久 不可沉迷其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食指根部迅弓 迅弓才卫 还是比较开阔的 比较开阔 但是不够饱满 那么比较开阔 少杂文干扰 说明正财本职工作 还是比较稳定 少起伏 我们注意到 这个失业线也是如此 失业线 这个笔直往上走 少杂文干扰 说明本职工作 还是不错的 左右手都是如此 失业心也强 但是我们说 不够饱满 如果是越饱满 这个正财还是 这个这方面的财势越大 但是偏平薄一些 所以说 这个正财本职工作 虽然稳定 但是无大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掌丘的一些 这个就分析完了 我们再看文录 文录来看的 这个三大主线的格局 还是有一些偏小一些 特别是到了右手 三线都出现粘贴在一起 靠得太近 再加上本身 这个生命线和脑线 生命线和智慧线 这个有一些粘贴 粘贴长的人 一般处事偏保守谨慎 多谋划 但是计划性比较好 比较少犯错误 这是这个文录的一个格局 那么我们仔细看 这个细看文录的一些 从流年来看的特点 所以生命线初期 还是见一些倒温 从小体质还是偏弱一些 而且运势根基偏弱 从小钱财方面的消耗比较大 从食指见缝隙 也是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么过了在青少年 过了18岁左右 他有两条非常长的上升线 这两条上升线 是代表运势的提升 也代表体质的提升 成年后身体无大碍 运势也会跟着提升 那么这个阶段 是在20到35岁左右 这个阶段有连续多条上升线 说明这个时候 在出入职场 出入社会的时候 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 左手是看先天 左手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不错的 从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事业线 事业线是最终的 也是冲破了天文 笔直往上走 少砸门干扰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中期 35到38岁左右 出现一个小岛纹穿过 并且这个小岛纹 还伴随着一条 这种斜纹刺入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 身体要多注意保养 两个岛纹出现在生命线 一个是代表生命力的减弱 还可能是代表疾病的侵入 这个阶段需要注意身体的调养 体质的保养 这个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因为本身我们看到 本身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偏筋骨之人 失业心比较强 注意劳逸结合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在上升线的内侧 上升线 这个生命线内侧 有多条亲密关系线 有很多条 那么这个亲密关系线 一直可以延伸到 这个很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 这个期间 在20到35岁之间 这个期间的一个 这个桃花运还是不错的 并且我们结合感情线 出现这个 在前期出现这么大一串的 这个锁链纹 导纹成串 我们的导纹出现在主线上 就代表该线的一个能量减弱 在感情方面容易遭遇一些坎坷 特别是出现这个锁链纹 很容易 这个再加上这个本身的 三大主线当中的 感情线也是最为深重的 重情感性 有一些容易被情所困的感觉 所以这个到了40岁往后 40到42岁之后 这个从生命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年之后 这个导 经过这个导纹之后 也这个才能够恢复到常态 从感情线也是如此 这个往后 这个导纹就消失了 这个感情方面就会逐渐的稳定 从脑线也可以看到这方面信息 脑线前期的导纹 也比较多 脑线出现导纹 我们说脑线不但反映出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 心理的波动 如果出现导纹的话 心理是会遭遇一些创伤 这个感情线也是如此 所以说这方面 感情方面的不顺 容易影响到自身的心态 那么后面脑线又逐渐的收拢 逐渐的收拢 所以说心态也是恢复 这个自信心也会逐渐的提升 所以这个是到了42到45岁之后 基本上这个运势 感情逐渐稳定 运势也会慢慢的增强 那么我们从这个看到了感情线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事业线 事业线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非常的清晰直上 只是在这个中期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事业线的中期 有出现一些错练 特别是右手 右手出现一些错练 这个跟感情的经历也有关系 经历过一次感情的 经历过感情的波动之后 会影响到事业的发展 那么不过左手来看 我们注意到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纹路组合 事业线 太阳线也很长 财云线也长形 这个三线组合 在手掌纹路当中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纹路 叫霸王线 霸王线成形 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吉祥符号 代表在事业和事业 人员包括名望方面 以及财运方面 都有不俗的表现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纹路组合 只是我们注意到 它的财运线还是有一些断续 有一些断续 和稍微浅淡的一些 这个就需要注意财运方面 有一些起伏 有一些动荡 跟感情的不顺 和事业线中期的断开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再加上本身 我们注意到右手 它事业线和财运线 以及生命线 和智慧线脑线 组合成了元宝型的财库 财库在手 财运方面的表现是不会弱 只是由于事业线的错开 导致财库出现开口 就容易漏财 所以再结合财运线出现断续 就是说容易财运财出 财运是时好时坏 需要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财运 这是整体的一个手下的分析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